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真是主我們都要感謝你 讓我們能夠在我們人生當中 你畫上一個很美妙的思想 將我們每一天早晨都是新的 我們呼吸我們的新鮮的空氣 又或者神給我們的恩典恩惠 讓我們能夠明白到 每一天得來的都不宜 主讓你給我們有風俗的生命 亦都有一個無限的救恩 讓我們能夠在當中品嘗你救恩的甘甜 讓我們今天能夠站在這裏 來到你的智聖所 來到敬拜你的時候 都不是必然的 讓我們能夠高舉你 讚美你 敬拜你 所同父主耶穌得勝榮子結構 事變 因你的慈愛比生命更好 我的嘴唇要讚頌你 我還活的時候 要這樣稱頌你 我要舉你的名舉手 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處 夜和華的名是當讚美的 夜和華超乎萬民之上 祂的榮耀高過駐天 我們一起來送拜祂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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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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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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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必因你电磊的肥金得以饱足 你也必叫他们渴你落河的水 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 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我们再来一次 投靠你翅膀阴下 在你光中不必惊怕 唯独敬为你的方可得以架 别再次意来转向你 投靠你翅膀阴下 在你光中不必惊怕 唯独敬为你的方可得以架 别再次意来转向你 红水即将泛滥之事 自我主助着为我 愿天欢喜 愿地想快乐 愚鹰展翅上腾 等候我主的必不受愧 是你的金灵与路 滋润一切 是你的金灵与路 滋润一切 我认识了对夫妇 几年前 他们因为 他们养育了21岁大的独生女 过了一生 他们因为伤心的关系 希望都 再进展他人生的另外一个障情 希望重新再来过的时候 几年前他顶了铺位 他辞去了他自己的全职 来到去用这个铺位来支撑他们自己 两夫妇的生活 毕竟几天前 这个大火令到他的铺位完全没有了 屋顶完全垂下来 完全不可以再做生意 或者一日之间将他自己的生意 完全都毁灭 当我和太太召召她的时候 反而还给他们鼓励 他说人生达到最低的低谷 还有什么是要伤心的呢 我们在当中 本来是想安慰他 但其实都给他安慰 原来在人生的低谷里面 一定是有神的安排 人生的困难 我不知道大家在当中 有没有什么是很难度过的 又或者人生有什么难的抉择 你需要去去到伤绝 但是在神的平安当中 他一定可以让你找到答案 这首歌让我们能够 在人生的患难当中 都找到一个永恒的平安 因为这个是用重价买回来的 平安 平安 就算世界挂着狂风暴雨 就算世界挂着狂风暴雨 你让我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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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石之主 就算捆锁结难 家人生人 sauteword 我沉稳 � z Garyngd Car 生世之主 沉稳 我沉稳 沉稳 我沉沉沉 smgd Car föran 灵便 我沉沉抬� anim 、去迅佐了 smooth book 年人世之主 要沉默 不像世人所可知 我的心不必再憂愁 也不用担意 主你赐下这平安 使用重家观海的恩典 手边相思我得意志 受惊罚让我得到赤面 就算世界挂着狂风暴雨 我心仍是稳妥暗暑 无论前路灰暗又相困倦 你让我沉稳盘石之处 就算困锁劫难仍要着光 我心仍是稳妥暗 我心仍是稳妥暗 耶稣死我目者 永在我旁 你将你干到安慰我 我心仍是稳妥暗 主你赐下平安 不像世人所知 我的心不必再憂愁 也不用担心 也不用担心 主你赐下这平安 使用重家观海的恩典 就是稳妥暗 阡仍是稳妥暗 我趋一致 承认法让我得到赤面 作曲 李宗盛 有这首古旧诗歌 让我们能够再思想到 原来我们的生命都是因为 神在我们的心目中仍然活着 因祂活着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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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在爱之 人称他耶稣 他痴下爱 以致宽舌 死泪福 自我得自由 那凶分母 就是我谈成的气候 人他活着 我能面对明天 因他活着 神在居怕 我甚至到 我好他长半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忍他活着 不愿争笑 祈祢活着 我能面对明天 因祂活着 不再拘怕 我甚至都好 高他象般明天 生命从我 要希望 只因祂活着 神齐爱智 他命叫耶稣 以至拯救 世上罪人 为我受识 自我信生命 那十字架 就使我达成的记号 人他活着 我能面对明天 因祂活着 不再拘怕 我甚至都好 高他象般明天 生命充满 生命充满 要希望 只因祂活着 生命充满 要希望 只因祂活着 許こん天 以치를 上一个星期 我去了夫婦團契的退休會 在那裡有一群大慶姐妹 來一起同心 在那個地方一起去敬拜神 一起去尋求神的話語 我發現這是一個很美好的時光 是我們真的經常缺乏了的 一個很奇妙在主裡面 一起能夠敬拜 一起在當中用神的話語 來勸勉我們的時候 每一個星期日其實都是這個時候 是我們敬拜上帝 是我們一起聚在一起 是來到思想神的話語 感謝神的恩典 感謝去領受神在我們生命裡面 每一個的好處 所以我們都特別在這裡邀請大家 在六月二十三日 就是三個禮拜之後 我們會在Castro Valley 有一個下午的敬拜 在下午三點半至四點四十五分左右 上下這段時間我們會有一個在Castro Valley 有一個的敬拜 敬拜會是用英文來做開始 我希望你們不會只是因為言語的問題 是覺得這個不關我們的事 不是的 我希望鼓勵大家 如果是能夠參加的 我也鼓勵你一起把握這個機會 一起去敬拜 一起在主裡面互相的福視 我們不單止去敬拜 而是有一個機會 我們去跟教會裡面的大兄姊妹 一起來相聚 互相的來服侍 我希望這個給大家有多一個機會 三點半 六月二十三日 我們有一個不是正式的開始 是一個嘗試的 我們有一個開始 但我希望這個嘗試的開始 是希望邀請到教會 所有的大兄姊妹來參加 不是只是英文部的大兄姊妹 而是我希望邀請你們 每一個留待這段時間 來參加六月二十三日 我會在接下來的幾個禮拜 我再次來跟大家解釋 為何我們會在歌道 有一個下奏的敬拜 希望能夠鼓勵大家來參與 我們一起來到低頭祈禱 神父,我們感謝你 給我們在生命裡面的恩典 我們今天來敬拜你 首先要讚美你的偉大 神阿里是創造的主宰 教導我們每一次來到敬拜的時候 我們都思想到 你親自地從在榮耀的天上 來到我們當中 將你的兒子 耶穌基督 白白地賜給我們 這個恩典 這一份的心意 讓我們每一天 當我們在家裡 特別在今天 在神的家裡 我們一起敬拜的時候 我們來到再次提醒自己 是要去感恩 神阿里的確愛我們 深到一個地步 從你的寶座上面 親自地來到 現在 住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神阿里 你清楚明白我們生命裡面的需要 我們清楚明白我們生命裡面的缺欠 我們今天 謙卑地來到你面前 求的是你賜給我們心裡面的能力 心裡面的平安 神阿我們將我們生命裡面的需要 都在這一刻 是求你來到憐憫 詩恩 神阿里清楚來到知道 我們當中有患病的 我們當中有因為困難 不可以來到教會崇拜的 我們心中 或者仍然都是有一種的掙扎 神阿求你搖書 求你幫助 求你醫治 神阿你聽我們的呼求 我們來到你面前 清楚認識你是憐憫的主 清楚認識你是醫治的神 我們感謝 讚美 我們也祈求你 容讓我們 好像詩歌的提醒一樣 我們在你的保護 在你的翅膀 在你當中 你來到我們心靈裡面的時候 就好像雨水 滴在地下 來到滋潤地下 你同樣的 是可以藉著我們親近你 你親自的滋潤我們的心靈 神阿我們也祈求你 在生命裡 讓我們經常體會到聖靈對我們說的說話 藉著聖經提醒我們的說話 神阿也幫助我們 我們能夠為你 因為對於你的愛 我們願意更加樂意地來服侍你 使用我們的行動 使用我們的行動去愛其他人 使用我們的心意去好好地追求你 尋找你 因為這是你給我們的心意 求你聽我們的討告 來到開始就是讀神的話語 我們首先是要慢慢地來明白 神跟我們說什麼話 所以我們打開哥羅西書第二章 第一至到十二節 一起用我們的心靈 用我們的口來讀出這一段經文 我願意你們曉得 我為你們和老弟家人 並一切沒有與我親自見面的人 是何等地盡心竭力 要叫他們的心得安慰 因愛心互相聯絡 以致風風足足 在五性中有充足的信心 使他們真知神的傲備 就是基督 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 都在他裡面藏著 我說這話 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語迷惑你們 我身上需要與你們相來 心卻與你們同在 見你們尋規道舉 信基督的心也堅固 我就歡喜了 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 就當遵他而行 在他裡面生根建造 信心堅固 正如你們所領受的教訓 感謝的心也更增長了 你們要謹慎 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和虛空的謊言 不照基督反照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 就把你們老去 因為神本性一切的封城 都有形有體 居住在基督裡面 你們在他裡面也得了封城 他是各樣執掌的元首 你們在他裡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國禮 乃是基督使你們脫去肉體情欲的國禮 你們既受著埋葬 也就在此與他一同復活 都因信那叫他從死裡復活神的功用 在這段經文裡面 講到幾樣東西 他告訴我們 他告訴我們 我們要揭力向其他人傳揚耶穌基督 他也告訴我們 應該與耶穌基督來同行 我們的身心靈都應該緊緊地與耶穌相連 信服地來跟隨耶穌 這就是這段經文告訴我們 我們可以與神有一個很緊密的關係 我們其實與神應該有一個很緊密的關係 在這段經文裡面不斷地告訴我們 我們聽耶穌基督在我們生命裡面的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曾經有一個小說家 他寫了一本的書 這個叫做Arnold Bennett這個人 他寫了這本書 翻譯了中文 就叫做 《如何在24小時內來生活》 其實他所著的這本書 是從他一段系列的文章 在1907年在倫敦的晚間新聞裡面 他講的一些文章 來集合成一本的你可以說自助的書籍 這本書籍是關於在日常生活裡面 怎樣去組織你的時間 你怎樣用你的24小時呢 其實這個目的是要幫助一些當時在英國裡面 一些在辦公室裡面的打字員 他們一些低身的人給他們一些心靈裡面的幫助 讓他們能夠更加知道 為什麼他們24小時這麼忙碌的來生活呢 這本書也都非常地長銷 在當時是非常地長銷 在美國也都有一位的汽車大亨 叫做Henry Ford 即是亨利福特 他都親自自己買了500本這本的書 送給他的朋友和他的員工 這本書說的話 雖然Arnold Bernard 他不是一個相信神的人 他是一個無神論者 但是他講的題目 很觸動到人生命裡面 想知道的一件事 就是我究竟為甚麼生活呢 我生活怎樣去安排呢 其實很多現在成功的商人 他都說如果要成功 需要有一個很詳盡的日程表 即你要安排得很好 美國有一個富豪叫做Bill Gates 他是一個很成功的億萬富翁 也是一個慈善家 他曾經將他每一天的日程表 即是他每一天的日程表 每一天的日程表 分劃到紛紛都是有事做的 即是每一分鐘都是有一件事他會做的 這是他認為這樣才能夠活盡他的生命 不會刪除他一刻的時刻 而且是最有效的來工作 在人生裡面其實我們都充滿著各樣的活動 唯有死了的人才不會動的 活動是沒有事做的 活動是填滿了我們的生命 無論你是打工仔也好 做兩份工作也好 或者你是退休也好 或者你是度假也好 活動是充滿了我們每一天的日程表 而這個亦都是在活動裡面 我們是在追求如何在生活裡面 以及在幸福裡面 對於我們最有利的一些事情 在美國的憲法 他的前言裡面都是這樣說這件事 他說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然而 即是不用說你都明白的 即是所有被造的人都是平等的 做物主賦予給我們某些不可以剝奪的權利 就是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 這是我們美國憲法的前提 就是講這件事 我們都是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 有一個年輕人他渴望能夠找到一個更好的工作機會 他全職地在工作的同時 他繼續來進修學習 拿到更高的教育 甚至乎一個學位 有一個年輕的母親 他渴望能夠照顧教養他兩個年幼的兒子 決定自己暫時把自己的職業放下 把注意力集中在家庭上 有一個基督徒做了工作超過四十多年 終於退休了 他現在在考慮如何填滿他生命的時間 好叫他這個下一段的開始是有最價值的回報 我們怎樣可以明智地來選擇 在這樣的情形裡 我們怎樣可以明智地來選擇 什麼是最帶來最大的益處呢 我可以告訴你 在生命裡的確在這麼多的活動 這麼多的追求裡 我可以說生命中一件美善的事 就是這兩件事 就是追求、揭力、認識耶穌 認識耶穌 跟隨耶穌 生命中這些不僅是一件美善的事 我相信聖經告訴我們是一件重要的事 揭力地去追求認識耶穌 揭力地去追求認識耶穌 因祂的封聖和靠著祂的恩典 我們順服地與祂同行 這是這段經文想叫我們 告訴我們 的一件事 他告訴我們 我們要揭力地來認識耶穌 認識耶穌是非常之重要 是生命裡一個重要而且美好的事 亦都是保羅他的核心信息 你說保羅他傳揚什麼信息呢? 他就是傳揚你們要認識耶穌 而在他事工的核心是什麼呢? 他為了什麼來勞心勞力呢? 都是這一件事 揭力使人認識耶穌 你說保羅為了什麼來奮鬥? 勞心勞力呢? 他自己當他寫這一封信 來勸勉他們說你們要認識耶穌的時候 他當時面對他們受到 他為了什麼來勞苦 為了什麼來壓迫他呢? 他當時為了福音的緣故是被囚禁 當他叫人幫他寫這一封信的時候 他當時是在監獄裏面囚禁著 他當時是因為福音的緣故 被他的同胞拒絕的 說福音給他們聽 他們不願意去接受 即使在監獄裏面被人臭金住的時候 也都因為他所傳說的福音的緣故 人家專程製造一些機會 來更加的迫害他 他不僅如此 他要自己不知疲勞地 來繼續工作 來照顧 需要自己照顧 也都為了教會所出現的問題 來擔憂 他也同時很渴望見到 他所懷念的一群門徒 他不斷地為教會的需要來祈禱 也不斷地為一些未得救的人 能夠聽到福音的機會來祈禱 這個就是他盡心 他每一天盡心揭力所要做的事 寶朗他怎樣讓人認識耶穌基督 他怎樣揭力來做 你發覺他是通過內心和感情 來將這個信息傳遞 聖經理如果看剛才的說話 你看到他最主要的渠道 就是用行動和說話 來鼓勵人的心靈 鼓勵人的心 他用愛來互相的聯結 他是一個他自己的工作 就是散工 傳福音的時候 他自己怎樣維生 他是靠跡象棚維生 跡象棚當時沒有衣車 是要聯在一起的 將這些東西聯在一起 當他聯在一起 他就想起 他的心也都是用愛和這些 他沒有辦法自己見面的門徒 連在一起的 用愛來彼此聯繫 而這種愛的聯繫 和他鼓勵的說話 鼓勵的行動 是觸動到人的心 他的目的 是經過這個渠道 靠著經過你的心懷 你才可以去到人的思想裏面 人的意志裏面 很希望他能夠因為這個緣故 能夠很容易的 充充滿滿的 將基督的福音充滿了他們 將基督的真理 擺在他們的意念裡 直到一個可以說滿捨的地步 聖經形容這個 就是風風足足的 誤性中有充足的信心 而他怎樣做得到 是因為他向著人的心靈 他願意將自己的心 和他連結在一起 因為這個緣故 當你的意念被福音充滿 你的意念被基督的真理充滿的時候 你的心智就會改變 人的心智就會改變 這裡說到他們有充足的信心 保羅叫他們確實相信 他們有永生的盼望 有永生的確據 保羅叫他們知道 他們的罪肯定是被赦免 他們確定聖靈是住在他們心裡 而且他們自己都可以感受到聖靈 在他們心靈裡的推動 他們得到能力 得到安慰 得到保護 他們也都體會到 確實知道 在試煉裡面 他們能夠堅忍 又忍來 在傷痛的時候 他們確實得到安慰 和主耶穌的承諾 這些東西 如何注入他們心靈 是保羅 是揭力地 將耶穌基督 擺在他們心裡 有些人會嘗試用翻言考議 誘惑你們 據說 我就看到原來在今天也是一樣 在你的工作裡 在你的人世圈子裡 在你的工作圈子裡 會有朋友 會有家人告訴你 認識耶穌 並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跟你現在的生活 有甚麼關係 有人會這樣告訴你 甚至乎有基督徒的朋友 會跟你說 知道得救就已經夠了 你知道自己得救 我們知道我們在天堂上面是有份 我們可以在天堂裡見面 我已經放心了 是否認識到耶穌 不是那麼重要 這些是牧師要做的事 這些是主要學教師要做的事 這些是其他人要做的事 但是就算我不做 像耶穌一樣來愛我 聖經是這麼說的 所以認識耶穌 一點都不重要 寶羅對於這種推論 對於這種言辭的回答是甚麼 他的回答很簡單 他告訴你 他告訴別人 不重要 很重要 因為基督裡 藏著真部 留心一點聽一次 基督裡藏著真部 所以這麼重要 他說一切的智慧、智識 都是藏著在基督裡 這個不僅僅是說我們不識貨 不知道耶穌擺在我們面前 耶穌就是寶貝 不僅僅是說這件事 他告訴我們 基督裡的真部 是藏著的 要去發掘 藏著在裡面 你要去發掘出來 要去追求 所有在基督裡的無價的是甚麼 知識和智慧 為了甚麼 是為了我們能夠在這個邪惡的世代裡 怎樣來生活 是為了我們作為神天國子民裡的身份 我們怎樣來行事為人的智慧和知識 在神家裡 我們怎樣可以彼此相愛 彼此服侍 在你的家庭裡 你怎樣能夠和諧生活 這就是耶穌說 在他裡面藏著的知識和智慧 當一個人追求認識耶穌 基督的時候 他很快就看到 揭力使人認識耶穌基督 是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如果我想揭力認識耶穌 我就可以因為我幫助別人 去認識耶穌的時候 我通過這個經歷 跟主有一個同工的機會 我看到主在生命裡的工作 我看到跟主的關係裡 有一個愛的相連 我可以了解福音 在我生命裡的應用那種意義 就是在這個過程裡 我更加認識基督 所以保羅說 我揭力使人認識基督 我們要揭力認識耶穌 在舊約的先知何西亞書 告訴我們 作為神的子民 生活裡最重要的事情 在何西亞書第六章 第三節告訴我們 在今天裡 我們如何理解何西亞書 叫神的子民 做這件這麼重要的事情 他告訴我們 要努力地去認識基督 努力地去使人認識基督 這份新努力的工作 會有回報 就好像你經歷過黑暗的困難 黑暗會過去 而你會看到早晨的光明一樣 你所期待的雨水降臨 你所期待的雨水滋潤大地 就好像滋潤你的靈魂一樣 你怎樣去投入你自己的計劃 自己的心願 你都應該怎樣去投入 認識基督的事上面 想想你怎樣投入 你要完成你的心願 完成你自己的計劃 你想想你應該同樣的投入 在認識耶穌基督的事上面 耶穌基督一定會用喜樂來充滿你 特別當我們努力去使人認識耶穌基督的時候 你的喜樂一定是肯定的 保羅也是這麼說 他說保羅說我努力 在這件事上面努力 我得到喜樂的安慰 這個不是單止是個人在尋歡作樂 得到那種類型的安慰 那種的喜樂 而是因為教會的信心得到堅固 他們能夠更信心增加 而保羅非常之開心 靈魂得救 保羅非常之喜樂 為何保羅的心是這麼開心呢 因為聖經告訴我們 剛才你讀過 保羅的心在哪裏 我保羅的心 雖然我看不到你們 我的心是和你們在一起 保羅的心是連連 但與這群人是心相連 所以保羅讓人認識耶穌 不是只是機械式的和他們的理論 是去說服他們 而是一定經過人的心靈和他們相連 相接 但是如果你要和人的心相連 相接 你自己的心和耶穌基督的心都不是相連的時候 那就沒有了這個過效 因為結果 你是希望人的心去認識耶穌 而你自己的心都不認識耶穌的時候 你怎樣可以帶人和耶穌基督相連呢 所以第二件事告訴我們 我們要跟隨耶穌 我相信這件事和認識耶穌是緊緊的相連 你有一個就一定會有另一個 你認識耶穌 你就會跟隨耶穌 我可以說 你跟隨耶穌是一個假跟隨 如果你不認識耶穌 因為你跟錯了人 如果你不認識你跟著誰 你怎樣可以跟得到他 所以這兩件事是相負相性 不能夠只是一件事 今天如果我說我要知道最美好的事 就是要認識耶穌 這樣我也會跟隨耶穌 跟隨耶穌的意思是什麼呢 有幾個意思 第一個意思就是靠著他的恩典 與基督同行 與他同行 在第六、第七節這樣做過一個很重要的宣告 可以說是很重要的結論 他就是這樣說 他說我們要在他裡面生根建造 我們在他裡面生根建造 信心堅固 這個是聖經這樣告訴我們 他說我們要第六節告訴我們 是要我們 既然接受了主耶穌 就當遵他而行 我特別想跟大家解釋 什麼叫遵他而行 如果你中文的翻譯 就好像很容易明白 跟著他來走 跟隨他 這就是跟隨的意思 但是英文的翻譯 就是說我們行在他裡面 或者如果你譯得近一點 容易明白 就是與他同行 與他同行 在他裡面 和與他在一起 在第六節和第十二節 是很明顯的 很顯著的 在這幾節裡面 總共出現了七字那麼多 即是說你和他在一起 是非常之重要 為什麼這麼重要 因為當你和他同行的時候 他已經將所有的恩典給了你 你說生根和建造 是不是我們自己生根自己建造 不是的 那個中文不能譯出來 但其實英文有一個意思 就是你被人栽種了 栽種在耶穌那裡 而且耶穌今天 是在建立你的生命 還在做的 建造這個字 是現在式 即是說現在耶穌仍然都在你生命裡 你被建造 你被建造 得來就是你對於耶穌基督的信心 是會越來越堅固 越來越強大 我們初信 開始相信耶穌的時候 我們對於耶穌的信是很微笑的 不是每一件事都去信靠他 但是當耶穌在你生命裡來建造你的時候 你的信心就會更加日日地來長大 到最後你終於了解到原來 我生命裡充滿著很多可以感恩的事 所以聖經加了一個書 你生命裡的感恩 你今天應該每一天的生命 你感恩的心會越來越大 我不是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每一天有很多感恩的事 而是在這裡形容在我們生命裡 你越是去認識耶穌的時候 越是與他同行的時候 你就越發覺更多 有很多感恩的事情 你發覺生根、建造、堅固、感恩 全部都代表著耶穌基督在你生命裡的恩典 與他同行 有一位丈夫和太太結婚了很多年 太太幻想了一個腦部退化症 因為很多老年人都會幻想你這個問題 很多時候 初期 丈夫是要經常 當她們出街的時候 她要牽著太太的手 因為太太可以很容易走失了 太太很容易不夠力 跌低了 因為她的腦部開始退化 到最後那一段時間 越來越嚴重的時候 每一個生活裡的很微小的事 丈夫都要去幫忙 這個丈夫就是這樣與太太同行 放棄了她很多生命裡 這個丈夫很想追求的事 她放棄了 就是要與這個太太同行 我想形容這裡說的與神同行 就是這一種心裡所表達的關係和愛 耶穌就是好像各位的丈夫 來拖著你 就算你是沒有什麼反應 不能動的時候 她都是這樣來照顧 有一個年輕的小孩子 男孩子 他很歡喜來他村落裡 傳福音給他聽的一位宣教士 他有一天跟那個宣教士說 我很愛你 我想送這件禮物給你 於是這個男孩子 就從他的草籃裡 拿給這個宣教士一個很漂亮的背殼 當這個宣教士摺下這個背殼的時候 當他欣賞他的點漂亮的時候 他突然發現這個背殼是一個很特別的背殼 因為唯有在島另一邊很遠的地方 才有這類型的背殼 要走去那裡的話 要用半天的時間才可以去到 於是他就問這個男孩子 是不是要走半天才可以拿到這個背殼 這個宣文仔很開心地來說 是啊 這段這麼長的路程 也是禮物的一部分 作為基督徒 這個就是我們的信仰的關鍵 耶穌愛世人 以至他走去很長的路 他從他所住的地方 來到我們所在的地方 當我們沒有辦法只接觸他們的時候 他的時候 他伸手來捉摸著我們 他親自地在我們生命裡 我們知道被他所愛的深度 我們同樣需要回應一份禮物 這份禮物就是你跟他在一起 你與他同行 並不是說你要做些很偉大的事 與他同行 與他同行是一種心意 是一種心意的表達 這個就是這裡告訴我們 你明白他的恩怨 你用與他同行來表達 天天跟隨耶穌是甚麼意思 另一個意思 就是不被世俗的哲理思想所露去 第一件事 我們說跟隨耶穌是講心 這裡告訴我們 跟隨耶穌亦都講思想 不是沒有理由 但是你要小心 不要讓世俗的老去 很容易令我們想起另一段的經文 保羅所寫的經文 在哥林多後書裡 給我們一段的經文 就告訴我們 這段的經文告訴我們 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宿靈的爭戰 我們要靠著神的能力 攻破堅固的堡壘 一些詭計 阻擋人去認識神的高牆 將一切的心意奪回來 信服耶穌 原來很多人的心 是被邪惡拘禁住 被世俗的思想 敵對耶穌 敵對上帝的思想 來囚禁住 我們要將他搶回來 因為他們被人老虛了 我們要將他搶回來 信服耶穌基督 這個就是這裡這麼說 我們的思想很容易被其他人 露去了 搶走了 實際上 是會自己發生的 怎樣發生 或者他們都沒有辦法自己詳細去解釋 但是他無論任何的解釋 他都首先告訴你 如果你信有神來創造的話 你是沒有根據的 這個就是我們有時面對的思想 有時我們也面對今天 道德上的一些挑戰 我的身體怎樣去生活 無關你的事 我自己有權作主 所以如果我喜歡跟另一個人發生淫亂 這個是我的問題 無關你的事 如果我的生命 有一個不小心有了寶寶 我要將這個寶寶打走 無關你的事 是我的決定 這個是世俗裏面的一些拘禁了我們的東西 世俗還有一些異端 一些說另一些信仰的人 有另一位的神 不是這個創造天地的神 有另一位神 我們給這些這樣的學說 或者這些異端 很多人被他拘禁住 所以聖經說得對 在這個世代裡面 不信的人 被這個世代的神 濃合了他們的心眼 使他們看不到基督 榮耀的福音的光 我們要面對這種挑戰 當你天天跟隨耶穌的時候 你的思想要正確 你的思想不要讓你這個世界裡的思想 露去了 限制了你 第三 下法基督的榜樣 在第九題第十節 這樣說給我們聽 神的本性 一切的封性 都是有形有體的 居住在基督裏面 這個告訴我們 神親自的來到降臨在我們當中 上帝親自的來到 叫你知道 耶穌基督能夠滿滿地活出神所有的聖情 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就是 你有個板可以看得到 既然耶穌活生生地給了一個榜樣給我們 祂就是一個我們要效法的榜樣 我們要跟隨榜樣 祂跟著說 你們在他裡面也得了封城 那個意思就是 祂也已經一早將我們生命所需要的東西倒滿 倒滿了什麼? 我相信倒滿最重要的東西就是 倒滿了祂的公義 倒滿了祂的公義 叫我們知道我們是 祂用基督的義來充滿我們 我們是憑恩典 不是憑我們的自己行為來得救 祂也是各樣執政掌權者的元首 祂告訴我們 人類 祂是人類統治的權威 也同時告訴我們 祂是我們生活的權威 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跟隨耶穌 效法耶穌的意思 是要我們整個人的身體 都是來跟著他們做 祂成為我們自己生活裡面的權威 祂成為我們生活的榜樣 因為祂將我們要能夠做到的事 已經注滿了在我們生活裡面 在結束的時候 我想跟大家都是思想回這個問題 你的生命 不要錯我們每個人 都只有24小時 你的生命是否 好像這個鐘錶 只懂得轉轉轉 而在轉動的時候 你有幾多部分 是做一些美善的事 是做一些重要的事 聖經今天是告訴我們 有的 你要揭力認識耶穌 你要天天跟隨耶穌 我們一起祈祷 我們感謝你給我們的說話 求你讓我們明白 讓我們放在心裡 祷告奉主耶穌基督明求 下半段 每一個月頭 我們都會一起 紀念耶穌基督的時候 這個是主餐 在這個時候 我們紀念耶穌基督 在我們生命裡面的恩典 用祂的身體為我們抹開 為我們流血 而我們一起去領受的時候 我們體會得到 我們是屬於祂的 我們跟祂有一個關係 不僅如此 我們跟祂有一個承諾 這個承諾 就是我願意每一天去認識祂 我承諾每一天去跟隨祂 我希望我們今天做的時候 不僅僅是充滿著感恩的心意 而是你有耶穌基督在你生命裡面 所以我希望 只是每一個相信耶穌基督的人 才來守這個註冊 如果你今天還未相信耶穌基督 你未被洗禮 我希望你不去和我們一起做這個領受 希望有一天你能夠相信耶穌 你和我們一起去領受這個主餐 我想請兩位的執事 來上前幫助我們 我想請 在未… 我相信有些人未有聖餐的東西 我們會分配給你們 如果未有的話 我希望 首先 Steve 必須為我們來祈禱 好嗎 我們在這裡祈禱 祈禱 祈禱我們都感謝你 每逢… 第一個住日 每個月的第一個住日 我們去守聖餐的時候 我們都… 要… 在當中去聖賊我們自己 如果我們是… 說我們是屬神的元女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天天的跟隨你 主要在你的付出當中 主要我們付出的究竟有多少 主要我們都… 今天感謝你 讓我們能夠在聖場面前 可以能夠聖賊 讓我們能夠… 藉著聖餐 可以能夠… 讓我們能夠有個反省 主要我們圍到這個的餅 我都… 在當中… 願意主要你 都是讓我們能夠… 是… 用一個誠心的去領受 讓… 在當中… 我們… 領受的時候 我們都… 存著… 感恩的心 以至到… 我們… 天天都可以得勝 所有奉主耶穌得勝的名字 祈求 我們唱一首的詩歌 罪債全還清 耶穌還清我們的罪債 阿渝 我聽糕註雪道 你力量食微笑 形容 esca超醬 人我为祢做恐怖 主帝我蛇身 罪债全还情 无数罪借一心 主世悲说不借 第二节 我感觉失智度 为主权能好得 我施马风结智 铁石三腔与怨法 主替我蛇身 罪债全还情 无数罪业不畏心 主世悲说不借 无奉一言是行 祭祀可达旧一 围着梭楼暴雨 与世一切最爱 主替我蛇身 罪债全还情 无数罪业不畏心 主世悲说不借 最下一节 祝我蛇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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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数罪业不畏心 主世悲说不借 祝我蛇身 当日主是在最后一晚 祝他有一个晚餐 祝他用这个特别的晚餐 祝他和门徒一起纪念 祝他将要成就的事 他在当晚 他拿起饼 然后祝祀 他和门徒说 这个就是我的身体 是为你们抹开 你们如此行 围绕纪念 我们今天一起来 祝祝耶稣基督 一起用这个饼 在我们来到 领受这个杯之前 我们也想请Patrick 执事为我们 让我们祈祷 亲爱的主 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感恩 因为你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受苦 钉死 流出你自己的补血 主要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可以成为你的鱼女 你的补血洗净我们的罪 主要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 让我们在这个时候 思想到你的恩典 主要让我们在这个时候 都能够立志 就是 因为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 让我们立志 每一日 在我们生命当中 也都能够跟随你 让我们跟随你 不单是每一日 这样去做 而是每一日 所作的事 都能够 人可以说我们 是称为你自己的鱼女 是配清重的 因为你的名字是配清重 直至到等到你再回来的日子 我们这样通告 奉主耶稣基督命求 阿们 跟着耶稣举起的杯 他也是这样跟缓途来吩咐 这是我为你们所流的血 是用来立一个新药的血 是要你们每一次这样来行的时候 你们做是要纪念的 我们一起用这个杯 来纪念耶稣基督 天父我们也是感谢你给我们的恩典 就是你为我们抹开的身体 你为我们所流的血 所护上的是你全然的生命 天父我们也愿意跟你一起来生活 每一天与你来同行 当我们去吃这个饼 这个杯的时候 提醒我们 我们是否真的认识你 提醒我们是否真的跟随着你 还是我们要你跟随着我们 天父求你带领 求你恩代 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在师父未上来做欢迎台宣布之前 我想我们放一个关于我们的短片 关于我们退休会的 我们未来九月的一个 全教会退休会的一个影片 联系我们的接近 当我们开始节奏 在联系,我们的联系 而且它们非常准备 的好意 tentang联系都 好难得的事情 都鼓励到我们每一个人 在联系中 我们为我们买主耶稣基督 让我们能够在你兼顾的根基 建立我们的生命 通主耶稣之名 Amen 跟一般的年轻人来到这里 这些年轻人都很有活力 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度过这几天快乐生活 很开心来到今年的Altrash Camp 你不能感受到一人的手 很开心来到这些年轻人可以在这里认识神 我们很高兴得到天下 你都很舒服 而且等于是很开心 光静这么优美的环境 有这个机会 我很感谢神 感谢主有这样美好的创造 教会的全体生活是非常有意义的 通常做起工十八色 灵性方面有长进 身体也都健康 我是郭怡涛 但是我也不是讲老实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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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牧师对我们有在神的话语里的教导 我们健好 敬定美 与你相处 让我们重建与祂的关系 重新得力 真的很宁静 这里神的声音是特别大的 希望收到神的声音 He's here has been wonderful Food Fellowship and the messages 我们是侍奉好 参加好 你一定得着 他们很开心 他们上年已经开始筹备短片 在当中见到很多愉快的声音 也都听到神的声音很大 希望今年我们的退休会都可以见到你 如果你是想报名的呢 下个主日 6月9号 崇拜结束后在101号室 开始接受报名 在外面 今天我们崇拜之后 我们有个月宇部有个交通的分享会 希望大家都可以参加 12点半 我不知道大家在后面闻不闻到 不过我在前面 就闻到饭的香味了 希望大家可以 除了欣赏我们的美食之外 我们也可以有一个交流的机会 6月8号 下个星期六 我们会有这个全教会的交游日 今天崇拜之后 如果你还未买票 请去101号室 外面去买票 如果你需要去车载的时候 里面有一张报名单 你需要车载 你也可以写下 另外的费用 就已经列在上面了 儿童下令的圣经营 我们是会在当中 因为很小的字 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 是有很多不同的活动 希望如果你们是有小孩 在这个年龄的时候 可以立即报名 这个QR Code已经在上面 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图片 当中也是在收集一些新的玩具 是作为游戏的奖品 如果你们是有一些 没有攻击性成份的玩具 可以捐出来的时候 可以投放在101室外面的收集商 欢迎你参加我们基督徒的成长班 成长班的主日学 是基督徒成长班 在主日3楼321室 主日的9点半开始 好 如果有其他详程 可以上我们网页 时间关系 不申请 不介绍新朋友 如果你想认识我们教会 和我们一起去吃罪餐 好吗 我们一起起立唱生一种 祝美赞生万福之间 世上万万赞美主人 天是天官 赞美主美 赞美圣父 圣子 圣灵 阿满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感谢祢的恩典 圣灵在我们当中充满着奇妙的工作 感动我们的心 也都感谢耶稣基督每一日 与我们来到同行 感谢祂的恩典是足够 我们感谢神的爱是不停止 祢的爱眷顾是不 每一日都是新的 我们感谢赞美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我感谢祢的爱是不停止 我感谢祢的爱是不停止 感谢观看